最后一个问题 1号 男嘉宾你好 我很想问一下 就是女孩子 如果跟你说分手了 你为什么要一直纠缠她呢 你是因为舍不得还是什么 她都定性纠缠了 我倒也没有一直纠缠吧 如果是就对啊 孟老师说的对啊 那都纠缠了 我肯定也不是那种 把自己就会制到一个 很低的身份吧 我只是觉得 哪怕现在不好了 之前的美好还是好的 因为我更喜欢 和一个人做更多的事 而不是换很多的人 做同样的事情 那如果就是你想挽回她的话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呢 对啊 我就这么惨吗 老得是我挽回啊 人家怎么老跟我分手呢 因为我之前 就是有一个前男友 也是就是因为 我跟他提分手了 然后他就会用 各式各样的方法挽回我 然后有的时候就搞得我 还蛮尴尬的 就不能对人家产生困扰吗 这样子 好 谢谢 20号有问题吗 有问题 好 我是一个恋爱前要先了解这个人 之后才会去谈恋爱的人 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在恋爱前先会了解这个人呢 还是恋爱后 你们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慢慢了解到 然后觉得不合适再分开来 那肯定是要先了解的 觉得合适了 然后才会有下一波 明白了 来看一下制推是 帅纪峰的制推女生是 19号 戴文俊 男生的外表个性时尚 热情健谈 常常能够成为群体中的焦点 内在礼貌周到 在意情感连接 感情中浪漫感性 女生的性格活泼开朗 既有善解人意的一面 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傲娇 感情中在意自己 在对方心中的位置 男生热情懂浪漫的个性 会让女生觉得很加分 女生善解人意 随性洒脱的个性 也会让男生觉得轻松惬意 共两位参考